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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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 我是演说家第二季 比赛进到这个阶段已经一发的激烈了 还会有谁加盟导师战队 让我们共同期待 说话有温度不舍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轻车护股品牌 加兰面膜度下冠名播出 加兰面膜宠爱自己的美 本节目的指令用水 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度下提供的 本节目是由自论一万活的大宝赞助播出 大宝SOD密不凡有你发现 本节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克里斯品牌度下提供的 同时也欢迎能够登陆新浪微博 不过是BTV我是演说家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是演说家的视频互动 发布演说视频就会有机会 或者导师亲自点评 我是演说家 让我们一起见证语言的力量吧 接下来有请今晚的四位导师登场 欢迎大家来到我是演说家的现场 好了 我们马上请出 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位的选手 有请 大家好 我叫邓林杰 今年四月我把自己卖了 我用这个办法在一个星期之内 抽到了五十万 这五十万让我拿到了 世界排名前十的艺术学院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的入场券 一时间指责谩骂扑面而来 面对辱骂 我可以选择忍气吞声 面对帮助我的人 我绝不可以坐享其成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让帮助我的人 听到梦想的回声 你好 观众朋友 四位导师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叫邓林杰 今年二十三岁 目前是一名学生 在书房里面有什么宝贝 待会儿就知道了 大家能先讲 好 你说 我们听 今年四月二十九号下午 我背着这个包 整个人高度警惕 开自行车锁的时候 不停地四处张望 打开锁 我蹬着车子就跑 一路狂奔 因为包里装了十三万现金 我感觉自己像背了个透明的包 所有人都知道包里有钱 要来抢 我拼命地往银行骑 到了银行前才问 先生 你要办什么业务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夸张啊 当时我就真的是凑到业务员脸上说 存钱 你说什么 存钱 从银行出来后 我有种把自己用完的感觉 灾也撑不住了 蹲在银行门口就哭了 一个月前 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这是一所世界排名前十 研究生淘汰率98%的艺术名校 并且我申请的社会创新设计专业 每年在全球紧召25名学生 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当时有多兴奋吗 我迫不及待给最好的朋友 王烟云嘚瑟 烟云 你知道吗 我被学校录取了 我马上就要冲出宿舍 飞向世界了 当然他也很高兴 只不过下一秒他就问了句 呵呵 你的学费呢 学费在哪 我当时一下就傻了 我是山西林坟人 父母在当地开一家小杂货铺为生 面对七十万的学费 我和家里能凑出二十万 还差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是在警告我 世界名校 严禁邓琳洁入内 可我能怎么办呢 我又不能拿刀 架在我妈脖子上 逼他砸过卖铁给我交学费 我知道自己在什么家庭 做什么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强迫自己的父母 为自己超越家庭实力的梦想买单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好不容易申请到的学校 现在要眼睁睁看着他 变成废纸一张吗 就像小鸟还没有出壳 但就被一锤子砸碎 我不要 可我还剩什么呢 好像就只有我自己了 那我把自己卖了 2015年4月21号 我通过微博微信 发布了众筹学费的方案 例如X导师张卫健导师 给我一千元 我会送您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 或者是撰刻印章 两年之后再还您一千二百元 也就是说 筹集五十万的学费 我需要在两年之后还进六十万 消息发布之后 有人指责我 邓林杰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个无耻乞乏的骗子 有人怀疑 哼 你看他那个推荐人 不就是王元云吗 当年的裸摩素子子 不就是想炒作 想要钱吗 还有人劈头盖脸说 有钱你就上 没钱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一个破三本的学生 考上名乡又怎样 交不起学费你就得认命 可我觉得这个逻辑有问题 难道我们所有家庭不好的孩子 都不允许有稍微体面一点的梦想吗 不允许你梦想成为科学家 不允许你梦想成为艺术家 也不允许你梦想成为演说家 而你只能做一名小城菜饭 我不否认做一名小城菜饭 安安逸逸无声起伏的 杜丸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有机会去看见更大的世界 并且有能力去习得 如何为自己 为他人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为什么不尝试 我为什么不改变 我为什么不创造 学校都要我了呀 我为什么要放弃呀 我不服气 我不就是穷吗 爱你什么事呀 就算全世界人用眼角挟持我 我也不愿意放弃 就这样遭受质疑的同时 我收到了更多的祝福和汇款 其中有位阿姨发来信息说 林杰啊 也许在这件事情中 你体会到了复杂的人性 但请你能够记取 人性中美好的点滴 在未来也请你以美好 回馈社会和你身边的人吧 这让我更加看清了现实 并让我明白 什么是我应该珍惜的 一百 五百 一千 一万 五万 我第一天便收到了 十三万的汇款 最终 在二百三十位好心人的帮助下 不到短短的七天 我便凑齐了那五十万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我只能拼命发信息 去感谢每一位好心人 蹲在银行门口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这个来自农村的井底之蛙 从山西跳到北京 又从北京跳到纽约 最后又跳进世界名校 我想要实现梦想 我想要更好的未来 我不想放弃自己 但是 我更不想辜负那些帮助我的人 所以 我今天站在 《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 我特别想感谢那些 帮助我的叔叔 阿姨 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 没有多少实质能力的年轻人 但我更知道 当别人因为我不重要 而看不见我时 我得看得见我自己 当别人质疑我时 最好的回应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未来 以最合适的方式 报答和保护帮助我的人 我想告诉和我一样 看似一无所有的年轻人 我们虽然出身在普通家庭 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更好的人生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了各位没有按钮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走下留情 结束了你还按 结束按一下 表示一下支持和喜爱 刚才在林杰讲的时候 中间有一段 先是乐嘉 他在做手势 你爱做手势 因为你做的声音 你做的手势很大 他晃了一下神你知道吗 我让他那个地方 把情绪给释放出来 知道吗 他说他们说我是一个三本的学生 你读不起你就不要读 你读什么读啊 他说难道就因为我穷 我考上了学校 我就要向命运来屈服吗 凭什么我不能来争取 我人生的命运 明白吗 整个这一段 他情绪不够 他有 我让你在那个地方 你要释放出来 你明白吗 你后来有 还不够 还要抢 我想先再多了解一下林杰 你现在已经是开始上学了 还是还要准备去 还没去呢 还没有去 大概什么时候去呢 月底 那你接下来比赛怎么办 比赛可以回来嘛 对 哇 那好贵的 还会回来的啊 没关系 你的导师会付飞机票的 对 谢谢华少 没事 小问题 多少钱 那重点是往后的两年里面 你打算用一个什么方法 还款方式是吧 对 我现在有三种还款方式 第一种就是 因为 因为在整个申请留学的过程当中 我是自己申请的 我知道如何去申请这样的学校 有什么样的经验 所以我第一种还款方案就是 我可以帮助中国的学生 去申请那边的艺术名校 就是用你的经验去帮助别人 对 然后第二种就是半自助式的 就是有很多学生 他也像我一样想DIY 但是呢 他又不想掏那么多的钱 就是我可以半自助式的 还有第三种还款方案 因为这个专业它很新 国内没有任何一头大学有 然后我打算一周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将我这一周学习到知识 分享给大家 如何收费 收费就是 我现在是前十名的朋友报名 可以99元 然后后面就 11到100是198 然后后面是298 就是大家不用可以买 不用买飞机票 不用导时差 就可以取到一个很前沿的知识 前级是你 298名校带回家 对不起 打扰你 但前级是你必须要在 那个淘汰率很高的学校 不被淘汰了 现在我已经被录取了 为了证明这个我带了 对 我就要问这件事 这个本子就是我申请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时的 一些作品 做的 它要三个不同的组合 然后每次会列一个这样的 大纲出来去散发自己的思维 组合里面还有喜大普奔 你看得很清楚 有英语 有英语 可是也很多是中文的 对 就是中英文结合的 这样才能让大家去看懂我的笔记 我想知道一下 严格意义上来讲 你确定一下吧 因为燕云跟你的关系 到底算什么 算恩人 推荐人 推荐人 所以是一直陪伴你 这个事情走到现在那边 我现在每一笔支出的话 都会向大家及时公开 然后燕云只是负责 我剩下的还款 去向第三方 去保证 邓灵介没有拿这个钱 去用于别的用途 他是做证明人 他来负责是只有 跟学习有关的用款 他才会批给你 对 他今天也没有陪你来 有 好 来 我们把燕云请上来 来 有请燕云 你好 好久不见 燕云 当初你帮他来在朋友圈里面推荐的时候 你自己想过这事那么快就能够完成吗 我没有 我没有 其实我对他的了解让我觉得他能够去完成这个事情 并且去说他获得这个机会真的是付出了每一步我都是陪着他看下来的 因为我看得到他的好 所以说我是在用我的道德去担保 我其实当时脸皮挺厚的 我是包括鲁玉老师 我都是一个一个的朋友 去跟他们阐述这个事情 当时燕云跟我说这件事情以后 因为我认识燕云 我相信燕云 我知道灵结的事肯定靠谱 但我当时没有给灵结钱 我是怎么考虑的 我怕这个孩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华 我怕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爱心去鼓励一个孩子 做他不擅长做的事情的话 让小孩再一起步 就背上两年是50万还是60万 50万的负担 我跟鲁玉老师呢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 试可以很勇敢地去试 但是试之前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要承担责任 对 就是如果你勇于承担这个责任 怎么试在青春在年轻的时候都不为过 只要你敢承担责任 我们都支持 我只想说只是你的努力 对于你整个人生来讲 只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你的选择是 让给华晓老师 恭喜 打得啊 谢谢啊 来吧 吃饭王子 来 欢迎你加入少线队 我们加入少线队呢 每个人都有一个日最一日的 恭喜你 称赞成为少线队的中队长 恭喜你 一般人每个人的我们的心态 都是会愿意鼓励这样的年轻人 特别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实现梦想 但我就怕给一般的年轻人一个误导 我们都这样做 然后一开始背负着很沉重的经济压力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跟鲁毅老师这些年轻人不太一样 现在年轻人跟我们真的不同 只要他肯去承担责任 那做什么 只要合理合法 就应该让他去试 这是我认为他们最勇敢的地方 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为了梦想 你勇敢放手一搏 面对压力 你甘愿肩负重任 愿你在未来努力深造 学业有成 恭喜华少导师在下一城 收获青蛙才子邓林杰 各位先生 我们有请下位选手 大家好 我叫曾廷明 是一名普通的小法令 每次出任务的时候 我就会放下自己 像孙悟空一样 身披战甲 脚踏器材材 冲出挂战 拯救客人 如果再配个夜观宝宝 那就更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念着 波罗波罗蜜 回到灾难之前 制止北极的发生 可惜我不是孙悟空 也没有夜观宝宝 所以我宁愿自己像唐僧一样 带着我做不太飘准的普通话 叙叙叙叙叙地告诉大家 防火的重要性 因为防火比救火更加重要 大家好 我是一名消防兵 我来自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夜秀区 广延西中的一名战士 我叫曾庭明 大家可以叫我 陈晓明 谢谢 好 庭明啊 你做的这个消防英雄 做了多久 我不是英雄 我只是一名消防兵 我在消防部队12年了 英雄和兵的差别是什么 我不理解什么是英雄 但是我理解 你们有危险 我们会救你们 这就是英雄 对啊 这是对于英雄的定义 谢谢 首先请允许我 问一下大家 一个问题好吗 请 知道是什么吗 灭火器 灭火器 对 家里有它吗 没有 没有 这就不好了 家里也行 我们家里着火 用水它会爆炸 家里的电器电线着火 用水我们会被电到 用这个最合适了 怎么使用呢 我来教大家 首先 你得拿起它 第二 拔掉这个保险 这里有个保险 第三 扶起软管 对种火的根部啊 火的根部 然后这样一按 哦了搞定 学会了 对学会了 现在学会了 建议啊 有盈基柱的地方啊 一定要有它 放在我们最明显的地方啊 它这里 有一个 表 到了红色的地方 你一定要更换它 或者气压不够的表 对 气压不够了 红色了 那肯定是不行了 你记住这点就好了 华少 你们家里倒过火吗 你为什么学识这么冤魔 华老师 因为我是 我是浙江省的消防大使 哦 来 你说 我们听 青年九月开写的时候 我问一个大学生说 我们的电话号码多少 火紧电话 他的回答是999 我很无奈地告诉他 是119 在上个月晚上11点多的时候 距离我们单位 不到100米的一个仓库着火了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700多个平方的大仓库 已经是烧得通透了 最后调查结果是 着火后他们灭不了才报警的 那至少已经是20分钟后的事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最基本的消防安全蚕食 到哪去了呢 所以这里我想邀请 陈卫健老师 还有乐佳老师 再来聊一聊 好 老师 你可以坐在这里 现在外面着火了 你们怎么办呢 好 着火了 好 现在我第一件事 就会找我的手提电话 为什么 他什么都知道 拿到手提电话之后 我就会找 火在哪里 好一个 陈卫健老师 陈卫健老师 你可以停止了 陈卫健老师 好 两位老师都可以停止了 好 都可以停止了 麻烦到台前来 如果这是真实的火场的话 两位导师可能一难了 不好意思 笑了 我演讲完了 我会跟你们解释的 请回到座位上 这是错误的示范 好 我们感谢导师 我们所信 刚才只是一个假设 据统计 2014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的火灾 1082起 我在消防部队单兵12年了 整整12年 我们消防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全都是痛苦是灾难 虽然我们每天都有在拯救别人的生命 但是我们并不想去做这样的英雄啊 7年12月 有家KTV不知道是谁 把这个空隙星星系放在了取暖机上 结果 不 火炸了 把台里面的人竟然用脚踩的方式来灭火 对他既里不到伤 你的灭火系 视而不见祸系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结果 火越烧越大 他一看灭不了 转身就逃 也不报警 最终 火灾造成了11亿人死亡 我在想 如果他稍微懂点消防之识 稍微懂得如何去使用这个灭火系 那么这个悲剂就不会发生了 11个人 11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瞬间家破人亡 每次到火场 从车身跳下来那一瞬间 所有人期待你的出现 你就必须像孙悟空一样 恨不得能善天遁地 有吹死恶变的本事 说真的 我们还真没这个本事 我们宁可选择像唐僧一样 一起这样喋喋不休地 跟大家宣伤消防之识 因为有太多人不知道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要插着手机在传电充电 发生火灾的时候 不要跳楼 电线老化了 会容易引发火灾 等等等等 防火啊 其实比救火更加重要的 这些知识 我们平时学习积累它 一点都不难 然而 有很多人 却用生命交了这堂课的鞋费 代价是惨重的 所以 我的演讲 别说一百个当中 有二十个人记住了 哪怕一百个人当中 你们有五个人听我讲 都行 我都会一直讲下去 就算哪天 就算哪天我退役了 我脱下金装了 我也愿意 用我这一辈子的时间 一直讲下去 谢谢大家 我特别喜欢后面的那一段话 我宁可像唐僧一样 喋喋不休地去讲 普及消防知识 哪怕只有五个人在听 如果我们都保护自己 不受损失 那消防员的责任 更多地都停留在 普及消防上多好 我觉得演说家最重要的是 公共话语平台上 应该传播什么 和如何传播 这两件事情 你都做得非常地好 我们必须有这个责任 让你再一次站上这个舞台 再讲一次 哪怕又一次只有五个人听 就又多了五次保护你们 和保护大家财产生命的机会 所以必须要排你 谢谢导师 演讲的 不是我的强项 我只是想把这个消防知识 传播给大家 我们来判断 是不是强项的标准只有一个 你讲完了以后 能够不能够打动别人 你讲的东西我要听 你传递给我了足够的信息 并且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 一个消防的战士 当他发现大众对于消防的 普及概念 非常无知的时候的这种心痛 我感受到了 这个就是好的演讲 刚刚你请乐佳老师 跟张卫健老师上台 你说那是错误的 现在是不是可以 给我们演示一下 对 你给我们示范一下 正确的 我请我的战友 再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预备 开始 预备 开始 试试那个温度 对 如果外面找我很大 温度很高的话 这个把手是很碳的 大家看到我一个动作没有 用手背 而不是手心 如果你用手心不小心受伤的话 它会影响到你后面 逃生的时候用手 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知道 四毛巾它有一定的浓烟 过滤作用 要叠八层 效果是最好的 叠八层 八层 然后它把被子披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防止你被烧伤 烫伤 火场的温度是高的 你无法想象的 然后它弯腰 浓烟是往上升的 我们如果说这样执行的话 根本走不了 你要是吸了浓烟了 肯定会倒地了 地下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家里被一个灭火器是很重要的 我的问题是 电梯肯定不能坐 你就顺着楼梯一点点往下走吗 走楼梯吧 对 可不可以从窗户上 不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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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问题说三遍 所以针对这个方案呢 我们也准备了第二套 给大家演示一遍 你是说如果外面的楼道 已经不足以逃生的话 对 有请我的战友 预备 开始 打两截 把床单给连在一层 把床单给连在一层 这是干嘛呢 固定转 然后吊在外面 你聪明 是不对 吊在外面 不是滑下去 吊在门口 这个火 如果万一把床单烧断了怎么办 我们所有的消防知识 它不是截队的 它只能是跟进现场的环境而定的 刚才我这样有 利用床单 还有穿帘 打结 他打的这个结是我们消防里面 比较专业的一点结 但是我们平常演的话 怎么牢固 怎么打 往死里面打结就对了 然后 老师 提问可以吗 如果 把床单打湿是不是会效果更好 不会 它会滑 它会滑 然后 找一个固定的点 把它绑死了 可以承重你身体的体重 然后利用穿抬套了 三楼以下 建议就用这个方法 高楼层的话就不建议了 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们 平时救火船的装备 来 给我看看 有请我的战友 你带了多少战友 一个班 所以您是班长 对 一个班多少人 小明 我们标配一个班是六个人 就是一台消防车里面坐六个人 就相当于如果出去执行任务 要么不动 要动就一个班一起动 对 我们白天出警的时候是有规定的 是45秒 就要把这个衣服穿好 然后坐上消防车出警了 往上是60秒 45秒 一分钟不到 你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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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试一下 华少 你来 好 来 语言一下 还有没有导致感兴趣的 衣服还行 没有我想象的沉 它整套设备加起来 我们算过是有33公斤 好 我们可以飞到这个四十 这个很重的 还是冲成的 煤气的 过一个煤气的 轻一点是吧 我们精简了它 还有水袋 就是我们平时救火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提了两盘水袋以后 就是拿着那个水袋 就是这个 对 然后这个管子是接到 那个消防车上面的是吧 接到消防车 接上这个 当那个水冲出来之后 这个压力 这个就会很沉吗 会很沉 有些时候它会把人打飞 以前我新兵的时候 要新练这个嘛 然后这样一加压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飞了 我试过 这个我试过 就是水 我拍戏就是试过被这个噴 水枪噴 非常强 老师 我今天也带来了我的战友 可以把我的战友请 四位战友 当然 请 四个兄弟 上 上来 我今年年底 只要脱下警装 离开消防部队了 我在想 就是做一个全国行业的一个消防 现场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我这些小伙伴们 他就非常愿意他说 要五条件地跟我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退役会有一笔退伍金 我愿意拿我这个退伍金 来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 因为我们是那个 部队培养出来的 我们也擅长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把这个 这个东西传播给大家 因为它是可以救命的 我们今天也带来一首歌 想唱给老师跟现场的 各位观众听一下 好 好 先祝你 即使得不成功 我知道了我的梦想了吧 没关系 这样的我没什么不好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看到我 只是现在的我 又跑得比别人快一些 虽然时间一天一天的流失 小人无他还是默默的无闻 可是谁又敢说 小任务他就没有明天呢 小任务不怕输 就算跌倒也不哭 我知道一步一脚印才会幸运 这样的梦想长方一定亏是 很美很美 我不平凡 我们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小人物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一直会接受在我们的岗位 默默地努力地做我们的小人 谢谢大家 在和平年代 伤亡最多的就是消防病 当然一部分是天灾 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 可以用宣传消防知识 而避免的人祸 在公共平台上 讲公众应该知道的事 这是公共话语平台的责任 现在是我跟华少两个人 选择了你 你需要从当中选择一个 我的想法是 你找我吧 华少学识渊博 见多识广 他本身已经是消防大使了 我需要被你洗礼 需要接受你更多的训练 最重要的原因是 然后接下来 我可以跟你在一起 学习如何用更加平民化的语言 让更多的人快速地普及和传播 你可以做得更好 来我这儿吧 我的人生大概只剩下有限的几年 他还比我能夺活很久很久 你把寿命都拿出来讲了 这是哪一招 那小明 你们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一 二 三 乐佳老师 管理系列队的 谢谢 我们需要多一点 这一种国民教育 让我们 更好地保护自己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家人 所以 我还是挺感动的 没想到会晋级 但大远拉伯们回市之后 还会好好地 努力地准备下一站 你血肉直驱 筑起了守护人民安慰的城墙 你用钢铁般的意志 将一群热血洒向火场 你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请接受我们的致敬 恭喜乐佳导师 抢得热血消防员曾庭民 亲身护肤品牌加栏面膜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欢迎迎新一首看北京卫视 我是演说家 说话有温度不深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青蛇虎虎品牌 加栏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加栏面膜宠爱自己的美 青蛇虎虎品牌加栏面膜 也要提示您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根据屏幕左下方的提示 打开微信摇一摇 参与互动迎大奖抢公包的活动 本节目的指令用水 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主战提供的 本节目是由自论一万国 的大宝散主播出 大宝SOD ME 不凡有你发现 同时也欢迎您能够下载手机 百度 参与我是演奏家全名投票 支持你所认同的观点 我们有请下位选手 大家好 我是演员党浩宇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表演系九六班 我那些明星同学 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等妈 因为我足够婆婆又妈妈 实际上舞台对我来讲 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在舞台上 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 也说过各种各样的话 但却一直没有一个舞台 能够给我自己说自己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来了 我想借着这个舞台 展现给观众一个 完全赤裸的 真诚的 干净的舞台 今天 我说我自己 乐嘉 我们师善的兄弟 今天找到了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党浩宇 是一个小演员 三弟这么多年 流浪到哪儿去了 大哥二哥可想你了 你们俩学习大哥呢 我们是失散多年的 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你的头发是最近剃的是吗 我一直都是光头啊 我怎么记得 我上次见你是长头发的 还是我恍惚了 我们见过 我见过他 我已经有七八年没戴假发了 他跟老师 还有他们班的几个同学 一起做节目 我采访他 他是中戏是96 96班的 96班是明星班吧 对 据我了解明星班 应该有张子怡 对 秦海陆 对 刘业 吴敬 刘业 刘业 梅庭 梅庭 袁权 哦 一 准备好了没 可以啊 你说 我们听 他 手拿老党定律 混迹演艺圈 令各大制片人导演 经纪公司闻风丧胆 他 是个演员 可是却没房没车没女人 四处流浪闭关写剧本 他 外号党妈 他就是我 一个撞了南墙不回头的演员 党浩宇 1996年 我被当成小鲜肉 保送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师从常立 常立他够狠 因为他把纯真的我 放到动物园 去观察动物求偶 他让我抱着大树喊亲妈 他让我当众孤独 当众受辱 很快 我这块小鲜肉 就被逼成了疯牛肉 于是 我这个痛苦的 这整天与酒为伴 喝着喝着就快毕业了 这毕业大戏 费加罗的婚礼 颓废的我拒绝饰演主角 转而演了一个小角色 安东尼奥酒鬼 正是这个用真实精力 换来的酒鬼 成为了我表演生涯 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我突然间明白 我要拜痛苦为师 真正的表演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把生活的男强往死里撞 不风红不成活的我 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 坐到了极点 结果 撞车了 车360度 飞到老二魂对面 车轱辘只剩一个 这个是大难不死 没有后福 因为从那之后 只要是我主演的戏 肯定不播 史称老党定律 这男强竖起来了 我决定跟他此刻 越是没戏找我拍 我越是挑好戏 越是挑好戏就越没戏 越是没戏就越不值钱 越不值钱就越不想拍 越不想拍就越穷 可这穷还得有尊严 于是我就开始跟朋友撒娇 我说不行了 我活不下去了 我要自杀 朋友说 哎哟 你可别死啊 今天晚上还有一顿饭呢 就这么着 我软饭硬吃 居然没饿死 其实 我的饥饿并不是物质可以喂饱 如果我不能用我的表演 锋利地刺痛观众 那我只能拿这把精神的砍刀 砍向我自己 直到死亡 于是我跟一个养筑厂的老板 借了五千块钱 买了一辆自行车 准备骑行到拉萨去寻死 面对蜿蜒齐驱的未知旅程 我突然间意识到 我这一趟真的可能是有去无回 我害怕了 我恐高了 我质疑了 我这样死磕有意义吗 于是我一连喝了六天的大酒 才真正敢上了路 一开始我还戴着头盔 但随着海拔的升高 空气越来越稀薄 我才意识到自我的渺小 于是我扔掉了头盔 我艰难其形 当我的肉体达到极限的时候 精神反而松弛了下来 我开始贴近自然 我明白了不走弯路就看不见风景 我看不见星光 是因为我的天还不够黑 24天 2200公里的骑行 到达了拉萨 我把车停在布达拉宫的对面 一股巨大的寂静 包裹着一无所有的 那一刹那我好像 我好像跟我之前 作死的生活意外地妥协了 我决定回到北京 开始新的生活 我要成名 我要赚钱 我要娶妻生子 我要带着我父母周游世界 就在我准备洗心革面 开始学习那些 绕过南墙而走的 所谓成功法则时 父亲过世 当我把父亲的骨灰 撒到大海里面的时候 船上的喇叭突然传出了 大海啊 故乡 那一刹那所有的记忆 全部浮现出来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第一次登台唱的 就是这首歌 那一刹那 好像是父亲在叮嘱我 孩子 别忘初心 很早以前 我记得老师说过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痛苦是生活中的难抢 却是表演的垫脚石 去年 我踩着这块垫脚石 演了一部标门 在里面饰演了 《反一号山猫》 这部戏意外地播出了 而我也成功地 打破了老党定律 在那部戏之后 一些小鲜肉 自发地组成了 一个山猫党 因为它们希望 像山猫一样学习 保持住一个动物的本性 于是我跟着它们 一起课 一起疯 一起向死而生 我们一起撞南墙 万一 强倒人呢 我是第一个拍的 我非常意外 你们两个最后同时间拍了 真讨厌 你是不是心里特高兴当时 然后你们两个不拍 你就直接到我这儿来了 真特别讨厌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刚才我才知道 然后我们有一些共同的 他每次都这么说 爱好 对 真的很巧 那我跟他直接就是朋友 对 因为你们见过 对 其实这话是说给乐家听的 知道吧 你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算了 配合真好 太棒了 对 除了头顶的灾难 没有任何其他共同的地方 什么灾难 对对对 对不起 对不起 还有一个 没跟你说 没跟你说 对 那个特别的审美 好 我在你的故事里 听到一个词就是执着 也许你过得其实真的很苦 但是你已经花了很长时间 用自己的潇洒去掩盖那个苦 你用自己的欢乐 去对抗那的人生的悲剧 这很合理 因为我们每个人 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把自己变得很开心 因为生活里有太多的苦 而且有些苦是别人解决不了的 那就干脆我们就开开心心算了 可是当你知道苦是这个世界的 基本颜色的时候 剩下的就都是乐乐 对 但是从演讲上来讲 我觉得您讲得不好 因为您有太浓重的话剧份 所以当你在讲话的时候的时候 不太是在说话 像是在一个叫党妈的角色当中的 一出在舞台上的人物念白 我只要是在说一个 我自己动心的故事 因为首先我得说服我自己 所以可能是把这样一个舞台 也可能带出了某些话剧份 这不算是解释 也许算是一个规定情境 党妈 你到我这来吧 刚才你那一大段 是讲演也好 是独白也好 反正打动我了 首先是生活态度咱俩一样 就是你刚才用了个词 你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般人可能会说这样叫死磕 在我这就是默默地等待 什么事都架不住等 只要你能够狠得下心来使劲地等 这个事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成的 我觉得 对 因为很多事情要交给时间 党兄弟你不会演讲 因为你今天在话剧独白 我用一个具体的细节来告诉你 比方说在讲到中间有一段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词 很有意思 然后从西藏回来了以后 我要成名 我要赚钱 我要娶妻 我要生子 在那一段到时候 节目播出的时候 兄弟你可以回放 那一段你讲得非常顺 但那一段是演戏的状态 不是演讲的状态 它们是有差别的 所以刚才华少的观点 我跟他是一样的 但这个不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思考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你是不是很想要我三弟 对 我很想要请老党 党妈 你是不是也很想要我三弟 怎么就是你三弟呢 我们一上来就已经认了 你就让他高兴高兴 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三个在这里瞎得劲 不管怎么起劲 我很担心最后 被张卫健渔翁得利 所以我们三个在这边讲得越欢 对于DK来讲 他等会下手的理由就会越充分 而且我希望你来关注到一个事实 从我三弟上到这个舞台到现在为止 DK已经主动示好了 你别忘了 乐佳 今天如果我不是坐在X导师这个位置的话 我需要示好 可是我坐在这里 我只要轻轻 那就找到了 我还没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没没没 不要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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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误一下我们这个机器有没有坏 好 来 现在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回到那个党兄你的身上 刚才在你的演讲里面你有提到 你说你 越跳戏 越没人找你拍戏 越没人找你拍戏 你越跳越跳越穷越穷 越没人找你越没人找你越跳 我很有感觉 我一向我的自己的重置就是我宁愿 错过了后悔 也不让自己错过了后悔 坚持自己的原则 坚持自己的理想 坚持自己的底线 至少对得起自己 完了 乐师傅 我的观点跟DK的观点相反 有的时候 英雄学会低头是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你不低头 有的时候就是过不过去 我觉得作为一个勇者而言 学会坚持并不难 但学会适当的妥协 我倒是觉得对你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难点 你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同意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很少说 我完全赞同乐家老师的观点 但这一次我是 梦想是可以妥协的 不要投降就好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 经历告诉我的事情 他可以妥协 如果为了梦想 我都不愿意牺牲 那他为什么会成为我的梦想 Vicky 乐师傅 我想先问你 如果我不爆灯的话 你会选鲁玉吗 他不会回答的 不要用我那一条 那一条我用过 在演艺路上 我还是熬了很多年的人 我不是平步青云的 当中晚上 无数个晚上 关起门来 为我自己的事业担忧 甚至于流泪 我的女朋友 看不到跟我在一起 有什么前途 她说 你连你自己的两顿饭 你都保不住 我嫁给你 还有什么前途 然后就这样子分手了 无数那么多人跟我说过 张卫健 你是不可能演男一号 你不可能红的 可是最后 我还是说到 等一下 请坐 张卫健 是一个绝佳的演员 他的励志故事 激励了千百万的青少年 有无数人在看他的戏当中 茁壮成长 我是 我也是 那现在 好好好 你讲 好好好 就是我的观点是 Dickie的励志经历 跟你的经历 形成鲜明的共鸣 未必是你一定要选择 他作为演说家导师的 必然理由 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今天 你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让所有的人 惊为天人 因为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人 用了X导师的选择权以后 都会乖乖地归顺 你可以做一个决定 离开 等于说我宁愿离开 都不要张卫健了 你自己决定吧 走吧 来吧 离开还是留下 当刚才说到 拒绝和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 这些在我之前的时间 已经听到了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会 毫无悬念地选择 不拒绝 接受 接受张卫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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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感受到她的气场 感受到她的气场同时间 你就会感受到她的魅力 当好宇先生有她身上独特的味道 那股味道 那股从容 和她对这个所谓苦难的看法 让她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 这个角度很有趣 满家了 三个光头都没有碰过头啊 来 加油 加油啊 我是开放式的希望拿我的故事来跟观众分享 来跟导师分享这样一个人生 我愿意当这样一个演员 你潇洛洛宇 你潇洛的笑看市区的风浪 你坦然地迎接未来的洗礼 加油 党好宇 愿你豁达撒脱的迎来灿烂的明天 有请夏威选手 我叫张晨 今年刚刚从大学毕业 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今年六月媒体曝光了很多可怕的案例 这些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 我的职业敏感就是发现其中的联系 把这些小片段 嵌入到社会的大背景之中 然后来揭示 它对你我生活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看到了伤痕 不要再等了 现在就要去治愈它 老师们好 各位好 也好 请寄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张晨 很普通的名字 张持有度的昌 张 晨中木骨的晨 我是一名90后 我刚刚走出大学校园 现在在做一名编辑 来这个舞台你有没有什么目的 不能说是目的吧 是应该想圆一下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念想 什么念想呢 我到这儿来 其实是想 对我之前的一个同学说一点话 这个故事是为他而讲的 好 你说 我们听 一年前我在国外和一位酒味谋面的中学同学相见 聊起往事时他对我说 有一件事让我很佩服你 你记得那时我们的同学某某某吗 有一次他上台唱歌 大家都笑他 是你带头为他鼓了掌 中学毕业至今已经有九年了 那个名字从来没在我的脑海里主动浮现过 那个女孩经常被全班人捉弄 她被公开地叫做丑女 如果有谁在座位调整时和她成了同桌 会引来一片虚声 那天是音乐课的测评 每个人要轮流上台表演一项才艺 轮到那个女孩时 她才走到台上 底下已经传来了窃笑声 她只能站在那里 手足无措 嘴唇都是颤抖的 她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 有谁能陪我唱一首歌 回答她的是 无一例外夸张的聊头 她走到了我的面前 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我把头扭了过去装作没有看到 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 她有多么需要帮助 但是我不想做被枪打的出头鸟 于是她只好孤零零一个人退回台上 还没唱完第一句就泪如雨下 那种哭声 像一根刺 扎得我心里深疼 我是在那个时候想了又想 鼓足勇气为她鼓起掌来 接而掌声 在音乐教室的四处响了起来 我很想告诉我的同学 那个带头鼓掌的人不值得敬佩 因为在那个女孩被嘲弄时 在她最需要支持和宽慰时 我的冷漠和音乐教室里的其他人 有什么差别呢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 九年前 我是一场校园霸凌的参与者 校园霸凌指的是学生在学校里 长时间反复地欺凌和骚扰他人的行为 轻则像我所经历的一样 给人取代侮辱性的绰号 恶作剧 孤立 严重地则让人毛骨悚然 今年六月 有一个某中学学生 凌辱同学的视频 在微博上成为了热门话题 视频里面 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 被她的同龄人排着队 轮流扇耳光 同一个月内 近十起校园霸凌事件被媒体曝光 讨伐生一浪高过一浪 报纸上出现了 带着大问号的黑体字 现在的孩子 怎么了 为什么 因为霸凌如果以集体的名义出现 就会裹挟你的意志 让你成为施暴者而不自知 就像当时的我一样 可能想要自保 害怕做了出头鸟 就成为下一个被集体抛弃的人 同时霸凌用年轻二字做包装 万能解释 哎呀孩子还小吗 有权干预的人也就是家长和老师 往往把这当作青春期的叛逆而不了了之 但是正因为如此 年轻人才更可能肆无忌惮甚至闯下大火 不仅如此 比起身体上的创伤 心理上的创伤是无形的 它是自卑 是恐惧 是恨意 我们是幸运的 没有在同龄人的欺辱中 度过青春期 可是十年后 二十年后 谁又敢保证我们的孩子 不是下一个站在讲台上哭泣的人呢 我们想想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是启迪人的心智 传承人类文明的成果和美德 今天我们更看重如何搞定数学 打败英语 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到最多的知识 这些固然很重要 但是在此之前 难道我们不应该保证孩子的成长 免于侮辱和侵害 像一个人一样 有最起码的安全和尊严吗 我知道校园霸凌的防治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 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已经开始培训教师和家长 监测和判断学生的异常情绪反馈 建立专门的校园霸凌现象 鉴定机构和申诉渠道 当您的孩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当您的学生 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 请您再看他三秒 哪怕只有三秒 您的敏感 可能阻止一场霸凌 向更恶性的方向滋涨 如果您和当年的我一般年纪 您正在目睹霸凌 请您不要纵我 不要参与 如果你无力阻止 请及时向你的爸爸妈妈 和老师求助 我不知道在故事的开头 我提到的那个女孩 现在身在何方 过得好不好 我想对你说 如果还有一次 让我选择的机会 我会上去和你站在一起 告诉你不要怕 我也不怕 我会和你一起 把那首歌唱完 谢谢 哎 你们俩太讨厌了 每次都是到最后就爆灯 烦死了 张晨 嗯 张晨 是这样 首先我非常非常希望 你可以到我对里来 非常非常非常希望 谢谢您 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首先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那么当然我对您讲的这个话题 就会更有共鸣性 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成长经历 所以这个话题本身在这里讲 很有意义跟必要 然后这件事情 而且不仅仅发生在学校 这件事情发生在 这个时代的很多的场合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 大部分也是有一种从众心理 就是大家都在做 而且我可以做之更甚 它不仅仅发生在校园内 甚至发生在成年人身上 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并且觉得这是没关系的 我只要道德绝对高点 或者站在我身边的人绝对多 我就可以发言 对 我判断演讲有两个重要的依据 一个是我想听 第二个是我同意 你很早就让我同意了 所以我就一定为你亮灯 谢谢 但是从演讲的角度上来讲 你进入到校园霸凌的名词解释的时候 就完全进入另外一种状态了 跟前面你的自己的故事差别太大 很差 而整个后期你都绷得很紧 整个后期你不是在演讲 你在朗诵 其实你那么好的内容 你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讲演 让大家真诚地为你鼓掌 寄到心里 到实践里面去做 一万个人听到 有五个人做 即是这一刻的功德无量 所以我非常希望你到我的队里来 不要听他们说的 因为我不确定他们会说什么 你用高深莫测的表情看着我 这是乐师傅的常规套路 对 原来大家都知道 还有什么套路 讲来听听 你为什么那么美 不是 你为什么那么美呢 你怎么那么好看呢 你的皮肤为什么那么白呢 我要问你两个问题 这都是他的常规套路 OK 海选很快就要结束了 到此刻为止 只有三个人的演讲 讲完了以后 我有眼泪在眼圈里面在打转 第一个是跟了Dicky的一个演员 叫刘玉翠 他是演过天龙八部里面阿子的 第二个是我队里面 有一个单亲的妈妈 叫嘉莉 第三个就是你 谢谢你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在演讲里面 有一个东西的力量是最强的 这个东西叫自po 自我解剖 我从我自己入手 来探讨 从我的不堪 从我付出过的代价和错误入手 然后来提出来一个 警醒世人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你干得好极了 谢谢你 我喜欢你是个有力量的人 我想可能每个人在小时候某一个阶段 都无意中欺负过某个小朋友 或者被某一个人欺负过 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自知 但你现在都回想起来了 我现在回想 我现在很瘦 但我老跟别人讲 我说我心里面住着一个胖子 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因为每个女孩 小时候胖乎乎的时候 别人都会说 你有的是善意的 有的可能是恶意的 说你怎么那么胖 就是内心你就住着 永远住着一个胖的一个小女孩 就是你小时候 那个一个很无助的 很容易被别人欺负的那个小孩 就一辈子住在你心里面 我希望你能够到我这来 我走过的很多路 我觉得你未来都会走到 所以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去沟通 去碰撞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你到我这来 来 下面请你说 校园80 其实我自己是有试过的 你是欺负别人 不是 我是被欺负的那个 那一天我被三个学长 带到角落里 他们没有打我 没有骂我 可是比打我骂我更可怕 他们叫我第二天 带一把刀回来学校 放学之后 要我跟他们一起去抢劫 如果我不答应 当场我就被打了 如果我去告密 我隔天还是被打 后来第二天 我还是把刀带回去学校 可是我就直奔校长室 看到校长我就说 校长今天我带了一把刀回来 我就一个不幸让你发现了 现在你摸收了我的刀 你问我有没有同党吗 我会告诉你我没有 我打死都说我没有 不过之后你可以远远地跟着我 讲完之后我就离开校长室 去找那几个学长 哇塞 你好聪明啊 你好聪明啊 找到学长之后 我就开始演戏了 我的刀已经被校长发现了它 它已经冲攻了我的刀 你们赶紧把你们的刀扔掉 话语未落 校长赶到 人杖俱祸 当场带走 你后来演卧底 是不是都是靠这个经验 是 原来我从小就开始演无间道 哇 好了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鲁豫老师 你好 从中的小恶是会汇聚成大恶的 那其实就一直对应的 我其实最想在这个舞台上 和在这个平台上 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公共话语平台上的 语言准则问题 所以我欣赏他提出了这个想法 你的演讲从容沉稳 却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们相信 你的美好愿景 一定会实现 恭喜鲁豫 力压群雄 将获气质才女 张辰 青蛇护肤品牌 加兰面膜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不凡瞬间 由国民资论经典大宝赞助播出 搜索大宝 不凡有你发现 当我们在广州街头 见到曾庭明 见到他身边战友的时候 会觉得是一帮 喜欢音乐的 阳光帅气的小伙子 但当真正出现危险的时候 当大部分的我们 都必须选择逃离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是 走进那个火场 走进那个危险 去拯救人们的生命 我在消防部队单兵12年了 整整12年啊 我们消防部队所到之处 看到的全都是痛苦是灾难 每次到火场 从车身跳下来那一瞬间 所有人期待你的出现 你就必须像孙悟空一样 恨不得能上天顿地 有吹死恶变的本事 说真的 我们还真没这个本事 我们宁可选择像唐僧一样 一起这样 迭迭不休地 跟大家献上消防知识 因为有太多人不知道了 防火 其实比救火更加重要的 因为你掌握的知识 它是可以救命的 曾庭民总说 他和他们都是小人物 但在我们的心里 他们都是大英雄 小人物不怕输 就算跌倒也不哭 我知道一步一脚印才会幸运 这样的梦想绽放一定会是 很美很美 我不平凡 我们在做事之前 喜欢预设很多困难 今天的邓琳杰 他不用预设 他本身就有很多的挑战 要去面对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挑战和困难 在他的眼前都变成了 他必须去克服 和渔业的障碍 今天 他带着自己的承诺 来到演说家的舞台 给所有帮助和支持他的人 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今天站在 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当别人质疑我时 最好的回应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未来 以最合适的方式 报答和保护帮助我的人 新媒体时代 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更多发声的机会 但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可怕的沉默 当我们应该伸出援手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是逃出手机拍照 当我们应当走近的时候 我们却选择了远离 但今天张晨绝对是个勇者 因为他敢于直面这些被纵容的沉默 当您的学生 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 请您再看他三秒 哪怕只有三秒 我会上去和你站在一起 告诉你不要怕 我也不怕 难道我们不应该保证孩子的成长 免于侮辱和侵害 像一个人一样 有最起码的安全和尊严吗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向前一步 张开嘴 把我们的眼神聚焦在一处 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身边人的英雄 奥迪 宝马 梅塞独斯奔驰 三大抢者激战于德国房车大失赛的唯一轮胎 急速前行 全球同政 韩太轮胎 蒸蒸蒸 热腾腾 馒头军跨界 芝麻香喷喷 双层猪牌 约上培根 中西合璧 晚出味 麦当劳满火的志向猪牌宝 全新多分男士护理强韧洗发录 净润养护 头发更强韧 哪怕头发面临这样的挑战 多分男士护理洗发录 净润养护 头发更强韧 将来你的宝贝也许会设计出摩天大楼 或者帮助他人 甚至改变世界 但今天他的成就是学会自己吃饭 现在放手让孩子成长 顽固油渍就交给奥妙 去除99种污渍 三倍更快更轻松 奥妙去除99种污渍 奥迪 宝马 梅赛独斯奔驰 三大强者激战于德国房车大事赛的唯一轮胎 急速前行 全球同政 韩泰轮胎 说话有温度 补水有深度 本节目是由轻奢红补品牌 加栏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加栏面膜宠爱自己的美 本节目的主持人服装 是由各类型品牌独家提供的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爱奇艺 优酷 图斗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视频 APP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网易新闻客服段 扎克新闻客服段 新浪新闻客服段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更多节目的精彩资讯 你可以登陆VRTN北京保罗台 只要你够勇敢就可以飞翔 可我跟你要走 我希望国家 能给这些力学哥的苗子们 一个更好的生存土壤 我希望这些事情 永远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今天说出这么无始的话 全凭你的鼓励 你闭嘴 这你拿一百万 我都是不会跟你换的 不一样又怎么样呢 以后是世界上限量版的金刚芭比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留下来 为什么不可以和我一起生活 不可以陪我长大 看到我 好像这边两个 孩子好不被抱怨的了